老花姨美瑞达回答一下臭宝妹的仰王问题 第一个花友 那这个应该是圆锥锈球 木锈球 我们看到 木锈球说软软的 这种就是缺光了 宝贝 光照不好 没办法 这个真没办法 这不是缺水的事 你像这种光照不好的时候 我也跟花伯妹不止一次的说过 像这种时期就可以用矮装素 或者是多小做 建议是用矮装素 比较灵活 多小做的话 它那个时间会比较长 到时候你后期牵扎的时候 不利于发根 当然建议用点矮装素 实在不行 您就修剪吧 修剪了那它再长 不过呢 欧洲木锈球 那个你要剪了 它就今年开花 就可能会 开不了了 这就缺光 别的没办法 臭宝 好吧 在养花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选择好 自己的一个 喜欢或者 或者你要养的花 像这种 你养大花锈球 肯定很适合 养欧洲木锈球 圆锥锈球 就差点意思了 这个没办法了 下个臭宝 老花姨你好 请教一下 我的锈球为什么 发软脱落了 是缺肥了 还是缺光了 这个就是水大 水大 积水闷根 通通上 稍微有一些个 那种 这不是说缺肥 主要是水大 积水闷根 用到的花盆 你像我们棚里面 养什么花也好 不论是什么花 它下面都有排水透气的孔 都相对来说很霸道的 好吧 所以说花儿们 也要注意这个点 下个臭宝 我家的孔雀竹鱼 长出来的又小 还胶边 这个就是暴晒导致的了 臭宝 它不喜欢强光的暴晒 稍相对来说 略微喜 是这种光照 比这种再强一些 中午就避免一下 别的没伤 好吧 然后呢 浇水还是维持一个干湿循环 不干不浇 叶子不好随时减掉 还会再长 好吧 下个臭宝 满天鹰啊 大面积枯黄 一般都是水大 或者说是缺光 通风畅 一般都是这些事 一般来说 你像种满天鹰也好 种什么花也好 大家就是放到室外 让它正常的去见光照 好吧 你像这种呢 一般都是你买回来以后 没什么光照 或者说偶尔缺过一丝水 或者说是 偶尔缺过一丝水 大量的水浇上 通风又查又缺光 它就会这个样子 大面积的枯黄 现在能干什么呢 起根捡吧 起根捡了 看能不能发出来 发不出来就放弃吧 这个没招了 下个臭宝 杜鹃 去年的时候买的 去年时候买的杜鹃 那时候还是爆花状态 现在怎么了 现在是怎么了 现在主要是因为空气湿度不够 它杜鹃花 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南方的小姑娘 非常非常娇嫩 来到北方以后 皮肤干啊 皮肤裂啊 脸上掉皮啊 对对对对 它就是这个样子 明白了吗 特别 有个话说 那我怎么办 我喷水行吗 你娶个南方的小媳妇来了以后 你她脸干裂了的 拿个喷壶给她喷水啊 能行吗 空气湿度啊宝贝 可以买个加湿器 尽量的把空气湿度 维持在五六十以上 这样人呆着就会感觉有点吵了 所以说呢 杜鹃与人 二者不可得见 你是舍人而选杜鹃野 还是舍杜鹃而选人野 一块说 我喜欢南方小姑娘 下车宝说 千八看到这个月季 真接的不如根接的 真接的月季寿命不长 两三年后就不开花了 请问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我个人觉得 这就是咸的 为啥这么说呢 你像月季花 它是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 是一个就是绿花袋里面的存在 就是我们很不感冒的 可能说一些话冒犯了各位 如果说你 可能听着就是感觉 你这个好不专业 其实你针接也行 根接也行 你不应 你针接 他说寿命短 他就寿命短吗 我一说 我一都说山东大汉 你看我一点都不大 我这三东小帅哥 小鲜兽是吧 这是不一定啊 对吧 有的时候 品种不一样 有的时候 你接的根不一样 你比方说 你接的墙味根也好 你比方说 你接的这个月季根也好 你接的根不一样 你接的根不一样 品种不一样 他可能寿命 他就不一样 巧了呢 他正好接的那个 诶 正好不服呢 排斥了呢 他不就那样了吗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呢 有根据吗 有 他不是说绝对的 凡事无绝对 好吧 所以说养月季 放平一个心态 没事的时候 你可以来我们北方 好好玩玩 带你溜达溜达 你看看 哪哪都是这些月季 好了 今天养文你就到这了 就不说 就点个赞 请养养文你 视频要留言 我来欢迎 一言欢迎 最正一 白了